大家好,我是阿爆 這些話你們聽就聽得多了 是不是第一次見我對著鏡頭說呢? 如果你在笑,冷靜點 因為之後會陸續有你 我這個頻道叫陸上人的水上生活 畢竟我也是一個陸上人 除了可以和你們分享我水上的生活外 其實還有很多陸上的生活 我都可以和你們分享一下 就如今天這樣,我就來了深圳 那我來深圳做什麼呢? 話說我今天就有個朋友 要回來拿大陸車牌 即是國內的駕照 那我就會將今天的流程 如果有一天你都需要 拿大陸車牌的時候 你可以拿來參考一下 那說回為什麼我會拍這條影片 除了我想和你們分享我陸上的生活之外 其實之前我自己都上過來拿車牌 我自己就是因為沒有找清楚資料 而溝通上來 結果就當然白走一趟 那我發覺在大陸申請這個駕照的過程裡面 有幾樣東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如果預早做好準備功夫 其實只要回來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成功申請多個駕照 那如果現在我們要回大陸 做任何證件的申請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自己名登記的大陸電話號碼 因為每次輸入那些個人資料的時候 他們都會發一個驗證碼給你 確認一下你到底是不是當事人 那我們要收到這個驗證碼 就一定要是大陸的電話號碼 所以一個實名登記的大陸電話號碼 是必須的 那我們有了大陸電話之後 第二步就可以去這個微信的小程式 找一個叫做深圳交警的程式 然後進去登記做升級帳戶 然後指示一步步登記 直到完成申請駕照排期的登記 在這個排期的過程中 你可以選擇辦正的日期和辦正的地點 而我們這次選擇了羅湖的車管所來辦理 來到深圳我就不熟路了 每次要找車找路的時候 我都會用高德地圖 它的用法都很簡單 打開APP之後 輸入你想去的地方 然後再輸入你出發的地點 之後再選擇你想去目的地的方法 例如今次這樣 我就選擇坐地鐵去 他就建議我們首先在福田口岸 坐這個10號線的地鐵 然後就去到這個江廈北站 轉成14號線去這個羅湖北站 H出口 福田站下面的地鐵線是4號線 那我們現在要去坐10號線 這個保安跑那麼快做什麼 難道有古怪 10號線應該是前面 對面馬路 那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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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地站 那邊都是旁邊的 可能下面可以走到去 你已經看了嗎 看著什麼 坐什麼車 我看不到 不是高德地圖看過 我看了高德但我不太明白 10號線轉14號線 我連什麼站都不知道 然後走過去 其實去預約那裡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大概預約了時間 其實你看上去都是一樣做的 10號線 東前站10號線 現在坐了 現在坐10號線 然後我們去那個叫做江廈北 江廈北 然後轉14號線 咦 兩邊都一樣 這個總站 現在來到江廈北站 我們先轉14號線 14號線 14號線 在地上有了 14號線 轉左 好像弱智 好了 我來到江廈北站 原來江廈北站是一個大站 我看水牌 起碼有十條八條的地鐵線在轉車 這個站看起來都很科幻 它好像還有個名字 叫深圳之眼 很快我們先找到14號線 坐兩個站 就會去到羅湖北站 這個羅湖北站 設計好像穿梭機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羅湖北站 找回我們出口 我們是不是H 我們H出口 是H出口 是H出口 H出口 我們已經出口了 H出口了 H 但你發覺呢 全部都是地盤來的 把我的電話出來看不看 什麼方向 完全不知道 不過人們全部都向前走 人們全部都向這裡走 我猜是這裡 在這個找路的時候 我們又用到高德地圖 又是打開App 然後輸入想去的地方 之後輸入自己現在的位置 然後再選擇路線 跟著選擇你想去目的地的方法 今次我們選擇行路 它就說由這個羅湖北站的H出口 步行去這個羅湖的車管鎖 就要9分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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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沙塵滾滾 不懂得預約 就來到職場 去幫我預約 然後再上來 為什麼預約不到 為什麼預約 因為我電話號碼 之前不知做過什麼登記 不可以再登記 你也不知為什麼 總之電話號碼用不到 那就做不到 應該是向這個方向走 這幾個大廈 深業車城廣場 看來這裡全部賣車 這裡好像去日本的機場拿車 對 我們沿途路一直走 如無意外 又是在前面 我們現在走了多少 走了五分鐘不夠 就已經差不多到附近了 我想在地上走過來 都是十分鐘內 一定可以走過來 而且也不太難走 因為直路 我們找到了 就在這個比亞迪的招牌旁邊 羅湖車管所 來到這個羅湖車管所 我們去看看什麼 來看看 自助體檢 自助拍照 等一下你要搞這個東西 羅湖車管所 五樓 五樓 上五樓了 車管所服務大廳 我們來到五樓了 如果進入大廳辦正 首先要在門口做一次安檢 Cason日牌就對了 自助拍照機 拍照的 旁邊有兩部自助體檢機 做體檢機 做體檢的 這裡有兩個人幫忙的 二公道辦 即是教你怎樣使用 這部機 反正你不懂得使用 他都一直教你 兩部機都在這裡 即是在這裡 一部機看檢驗 一部機拍照 我記得他隨便拿東西遮掃 看看那些好像鹽眼那些 對 對 對 總之我們來到第一件事 就是做了體檢 和拍照 然後再去前面拿醜 到傻兮兮了 多緊張 搞定了 都很快 裡面做的什麼 鹽眼 怎麼鹽的 兩塊板遮掃著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還有呢 聽力測試 聽力測試 我在外面聽到 他講什麼舉高手 又打側身 是嗎 即是這樣的 有一個要站起來 站起來量高 總之看看你的機能 精不精神 要握拳頭 好像做你的治療 你是醫生和你驗神經線 我就是聽到他 不知道 要握拳頭 抹大手 放在這裡 這樣也不是很複雜 其實很簡單 好 他進去大概五分鐘 搞定了 有東西安排出來了 他的驗身報告和相片 先先 搞定了 剛才去完那個 看檢機和拍照機 玩完之後 就出了幾個人 一搭相片 相片採集回撿 還有看檢驗的報告 現在來這裡 取號 取號很快 剛才那條 阿叔說 他拿了一張票 都是等三個人 是嗎 這部是 取號機 不是初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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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取號機 入號 行了 果然真的有預約 真的有預約 接著就 沒有路在等 接著等叫命 雖然這裡有很多人 但是 其實輪很快 你看 錯滿了 很多人都在做 謝謝 謝謝 嘩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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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方便了 搞定 我們現在下去 搞定了 拿了車牌 我們來到這裡 全程搞了一個半小時 大概 一個半小時 大概一個半小時 上面人很多 但是其實 搞定車牌 那一部分 就很快 主要時間 用了在拍照 和 看檢 那部機 有太多人 搞定之後 拿了證 很快 大概十五至十分鐘 就已經搞定 就拿了證 現在完成了 整體都不是很麻煩 只要預約了時間 上來一步步做 很方便 很快 就這裡 羅湖車管所 那我們搞定 現在就去福田找些東西吃吃 早餐還沒吃 這次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